每天早上起来,我会到屋子后面打水,洗脸,冲凉。 吃完早餐,我会去喂小鸡们,但鸡很胆小。 只有一只是我的好朋友,从来不怕我,还很喜欢吃雜狗。 轩轩和影影是我的好朋友,他们每天都会找我玩,一起赶小鸡回鸡窝。 我家门前有棵大树,我们总是在树下玩。 树下很凉,但是会一直掉叶子,害我需要扫完叶子,才可以跟他们玩。 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跳飞机。每次跟轩轩影影玩,我都会赢。 妈妈每天都晒衣服,我会趁妈妈煮饭的时候,和朋友玩捉迷场。 轩轩和影影跑得很快,可是,我比他们更快。 闻到满声大汗,最期待的声音是冰淇淋叔叔的铃声。 我最喜欢吃本尼拉冰淇淋。 朋友都会笑我吃得好像大花猫一样。 大热天吃冰淇淋,最爽了。 妈妈讲烧叶子可以耿蚊子。 我就把刚才烧好的叶子拿来烧。 我们只有这个时候玩火才不会被打。 叶子烧完后,我们的手都会弄到黑黑。 等一下回家,一定会被妈妈骂。 大树,是我们的欢乐地方。 坐在高高的树上吹风,让我们很开心。 。 回想起来,我在甘邦的童年,是我最怀念的时光。 家门前的那棵大树,恐怕我再也爬不上了。